2017年有普選 是啊 沒大名權也要先帶著 再帶著 說得好 我真是佩服大家有這樣的想法 不愧是和理非非之誠 就是什麼都搞不完 小芬 跟著的東西你搞定了 就這樣 你就這樣就走了 行了 不過 但是村民不是這麼想的 是不是有這麼多位 沒錯 普選真還是假話之拒 最重要是有錢賺 是吧 是呀 看你們現在臉上這麼滿足的表情 簡直就像去完蛇齋餅中荔枝團回來 在旅遊巴上的表情似的 小芬 你好好記住 這個城市根深替故討厭政治的文化 人類被長期治養的話 就像這些人一樣 變成豬一樣天生不用腦的生物 什麼 你說我們是豬 當然是說你們了 天才 這樣也感覺不到我講你們 真心羨慕你們連被侮辱員都不知道 就埋在墳墓下真是幸福的人生 你這麼說太過分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這次人最討厭一樣東西 就像你們這些無知無知的懵惡 喂 律師仔 你們要交捷 以為打一條領帶就很厲害 不是 你懂什麼叫做尊敬長輩的 我食鹽多過食米 食鹽多過食米 但你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什麼環境 我是好心才告訴你們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還瘋得那麼行 你們是心甘情願給政府娛龍的人 所以我叫你們做猛兵 為了高官權貴所謂的穩定繁榮 連自己和下一代的權利都出賣了 說給一人一票你們就落賭 再給罐頭餅乾你們就閉嘴了 所以說你們是寄生在賣港政府的 愚昧無知港珠就一點也沒有錯 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你只是那些狗類香港的 散分青年 那你對我們有什麼不滿 從前的香港 有水深廣闊的海港 新界還有農田 由小小的一個漁港慢慢變成 華陽雜柱世界文明的城市 以此為榮的人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將香港這個地方 稱之為東方之珠 開放後香港開始繁榮 由漁港變成成港商鑽口港 還發展了本地工業 紡織、塑膠、中標、電子 但因為大陸開放 工業開始衰退 到金融地產興起 很多人找到錢之後 就無心發展本地實驗 變得依賴金融地產 只是靠炒賣投機賺快錢 到了八九年六四 個個驚到要移民 說好的高度節制 已經再沒有人來 到一九九七 嘩都沒得嘩就被回歸 還建了這些門常開 完全沒有意義 但懶有taste的建築物 明明是門常關還建了圍牆 真是善用公帑而已 拋棄了民意、法治、廉結、國際標準 變成了中港共用保繁榮 什麼新香港人、自由行、內交、鄉鎮 還有他們的食物 他們自己也不敢吃 東江水又貴又髒 房子又被土豪炒貴了 就連供應全港蔬菜的新界東北也拆了 邊境變了豪宅和水貨商業城 但只要給你們一點點傻瓜 你們就會即時覺得有成衣又和諧 真是真是沒得撐 接著就會想土地和食水都沒問題 沒奶粉、沒學位、沒藏位都沒問題 小圈子特首繼續顧全大陸 肯肯定不會再有問題了吧 因為你們有一人一票待著 停 停 好 停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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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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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管她說什麼 沒錯 你剛才說的話怎麼可以這麼過分 我們村民不是這麼想的 你這種人 哪有可能會明白我們的痛苦 雖然我們知道你所說的一切問題 都是事實 但是就算我們不寧願都只能接受 那倒是 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能力去反抗 只能忍氣吞聲 為什麼 為什麼 明明知道自己被人當作老襯 那為什麼還要逼自己去接受 我們年紀都這麼大 年紀大那又怎麼樣 難道你叫我八十幾歲還跑去佔中嗎 八十幾歲那又怎麼樣 所以就希望人家可憐 所以就希望人家安慰 所以人家對你們好一點就很開心 難道你們不會覺得對不起祖先 不會覺得對不起你們的子孫嗎 你們還好意思說先待著 明明說好了說有提名權 參選權 投票權 這樣才叫普選 但是你們個個都不是這樣想 為什麼不出盡全力爭取到底呢 有錢的想穩救就移民 走不了的 就裝成穩定繁榮的生活下去 但是如果你想獲得真正的人生自由 就一定要面對很多人不願意面對的政治 一定要帶著就算受傷 都要抗爭的準備 之後的代價就需要我們的付出 佔中不是全部 但是佔中所爭取的普選就是 你們向賣港政府反擊 見識到你們是有骨氣的方法 是拿回被剝奪的普選權利 和尊嚴最適合的代價 除此之外就什麼都不是 我們不是破壞香港繁榮 你以前是入境處職員 千萬個單程證來香港 你無權過運 放火燒死你同事的屍體 現在用單程證在這裡定居 你以前是和家香港警察 現在到處都是愛港力 清軍會納刀片搞事都可以完全沒事 警察輪落到為他們遊行開路 輪落到要李思嫣和土共出來撐警察 六七暴動害死你同袍的陽光 我大致敬勳章 更想不到的就是 連廉政專員都送茅台 供廢游浮行會成員逃稅賣樓 接著還有高官破產團地僭建 電視花牌黑箱作業 數以億計的公帑利益輸送 超支爛尾高鐵 新界東北強搶地 洗路國民教育 問責高官沒人問責 是因為立法會有零票當選特權功能 總別包庇 我年年七一遊行要求雙補選 何時才有 曾經期待你們會走出來爭取 我真是非常愚蠢 只不過 將來你們身受其害的時候 就不要讓我們走出來 幫你們這群和理非非的港豬 你們就帶著一人一票假普選 走向人生的盡頭 既然如此 以後都不要再見 我認真是 是 碼